在一個個人的打工族 工作族可能他們心水沒有這麼高 畢竟很多人說 Lulu很貴吃啊 我吃你幾串 我可以吃兩三天的炸飯了 影響呢 你要看人數 你要看人數 因為他怎麼樣不要吃的好啊 他怎樣都要省吃的好啊 他一個月都會吃你一兩次的 一個月都會吃 為什麼他要一個兩次呢 因為就是好吃 因為那種過癮 你看啊 這邊的湯啊 燒燒啊 放醬下去 哇這很刺激啊 今年剛好剛推出那個蘋果牌子的手提電話 甚至他說賣段式 你說行情不好 為什麼可以賣到段式 哦 你要等兩個星期過後才有貨 已經賣完了 你說行情不好 行情不好 為什麼還有人 這樣多人去買電話 是嗎 你可以物質上的享受 為什麼你不可以選擇吃呢 吃你是冷每個人都必要的 我不敢定自己的目標 我只好 我只可以去滿足顧客的需求吧 盡量去介紹啊 盡量是對待他們 多一點笑容給他們 希望他們吃多一兩次的 賣完是不肯定的 因為你剩一兩隻 顧客來到 別個顧客一缸來到 你剩這兩隻啊 沒有一個適合我吃的東西啊 我走了 最好我就剩那二十到三十隻啊 怎樣吃了 你賣二十到三十隻而已 基本上可能半年一次可能還有啊 因為 就算你賣超過 七十八仙啊 超過七十八仙你一定是很不錯了 你不需要賣剩一兩隻 賣剩很少兩二三十隻 你已經是打破你自己的目標了啦 心中那個數目了啦 好 然後 你也沒想到 怎麼會 聲音 發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